为了迎战来自全球面板厂的竞争 群创除了打算携手红海进军印度市场 今天也在竹南厂区向媒体展示新一代的面板新品 更首度对外开放产品检测中心带您一探究竟 国内面板大厂群创光电首度公布新一代的面板技术 包括65寸 75寸的曲面液晶萤幕 号称厚度只有8厘米 不让日韩厂商专美于前 4倍HD画质曲面电视厚度跟手机有得比 全球第一个将曲面与4K高色保技术 整合应用于电视面板的新产品 预计第三季出货量产 像韩系在做曲面可能都要做一个直下室的状况 因为它要利用厚度的厚 机械的结构进来称起它整个曲面的强度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曲面 是可以做到类似像偶类一样的厚度 也许希望产品精挑细琢具备国际竞争力 但研发检测样样细节可都不能马虎 在产品开发阶段就要先过五关 斩六将 开关一开检测仪器 马上喷出无数水柱 模仿下大雨的情境 把车用面板产品360度 尽在大雨中测试 每2.5分钟它会转90度 做完10分钟之后 产品的功能应该是正常的 就是一个pass的状态 还没完经过外力撞击 甚至浸泡在腐蚀气体之中 最后还要经过人员仔细检查 确认无余之后才能顺利通过开发阶段 业者展示新一代技术的同时 也强调研发检测安全的重要性 在新一代产品的展示当中 可以看到大尺寸萤幕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流 包括从58寸65寸 乃次号称台湾量率最高的85寸 一斤萤幕都清楚地呈现在眼前 看好大尺寸电视需求商机 业者部件产品线 将目标锁定在全球50寸以上 4K电视的过半占有率 替代可弯式AMOLED技术也不缺席 不到一厘米厚度 兼具触控曲面可饶式与高色保技术 显示国内业者已经准备好 抢进高端欧美市场 像这种应用在可饶式的部分 我们在想是主要是否以后的穿戴式 跟车用在使用 我们现在在看它所有的那个信赖性的特性 跟它的良率方面的改善 但近几年内应该都可以把它跨量成 面对全球面板竞争 国内业者从研发评管下手 有信心从价格竞争中走出自己的路 亚电视胡宗翰林秋霞 沈未彤台湾苗栗报道